大家好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很簡單 但是出去經常有機會見到餐牌有的菜式 是什麼呢? 冰鎮芥蘭 現在夏天了 所以吃些涼涼快快的菜應該都不錯 其實冰鎮芥蘭很簡單很簡單 不過我們還有少許技巧 大家看看我怎樣做 現在水滾了 我先介紹一下材料 我放少許薑米 這些是用來做其他菜式的 少許薑米我順便切完 如果平時不是要切薑米的話 就這樣把薑下去 然後芥蘭都很粗壯 現在看到我切了尾 而且要砸了花枱 很多人有疑問 你們廣東人為什麼要整天吃菜 都要砸了花枱呢? 其實有兩個原因 一個是因為花枱很容易有寄生蟲 即是有些蟲板你都不覺得 吃了肉桃也不覺得 第二個是因為花枱會比較稀 通常我們想吃到蔬菜的甜味 花枱就不要了 還有還有第三個原因 可能會有殘留用藥 這些是個人習慣 你說沒有就沒有 有就有 其實沒有所謂的 但反而有那個蟲蛋 寄生蟲那些 大家要小心一點 好了 首先 現在就水滾了 這樣呢 我們就要是 下味的 大家要記住 通常一匙鹽 然後一匙糖 但是呢 我們六芥蘭就要多點糖 兩匙 三匙 四匙 OK 接著然後呢 就下一匙雞粉 這樣 這樣就有一點點味 還有呢 糖和雞粉呢 是可以令到那些菜 就更加青綠的 OK 好了 這個時候呢 我就下一點點薑米 或者就是拍個薑外 一點點 等它出一出味 OK 接著之後呢 我們就下一點油 那做齊這幾個部分呢 大家錄出來的菜 就很青綠的了 那大家都見到 我都不止一條幾條片 很多條片 我都錄青菜 飛水那些 都保持到青綠 基本上就是做這個了 好了 接著之後呢 我們呢 就下了些菜 就下了些菜 那這樣呢 錄這個芥蘭呢 大家呢 就視乎呢 就你拿來的用途是什麼了 那通常來說呢 啊 通常來說 啊 那 如果我們炒的話呢 現在這樣稍微轉一轉 吃就OK的了 立即要撈起的了 那但是因為我們現在是直接吃的嘛 煮完之後就吃的嘛 灼完之後就吃的嘛 灼完之後就吃的嘛 那所以呢 就要灼久一點點 OK 就接近翻滾的時間呢 那就OK的了 那在這個過程裏面呢 那我介紹一下先 冰鎮芥蘭呢 就一定要兜冰水的 OK 就不是說 喂 你錄完之後呢 跟著完之後呢 你就立即錄 錄到冰面那裡 不是這樣的 不是這個冰面呢 就變成水的了 OK 好了 那這樣呢 就 這個呢 這隻碟 嘩 嘩 好光啊 我調暗一點啊 那 我就加了冰上面 待會呢 放些蔬菜上面的 OK 好 那現在呢 開始滾了 小滾了 那這個時候呢 就決定大家 想怎樣吃那個芥蘭的口感了 OK 那如果是 想吃爽一點的呢 那這個時候就要拿起的了 如果呢 是想吃軟一點 還可以多給它二三十秒鐘的時間 等它再大滾一點點 因為芥蘭呢 它本身呢 口感就比我硬的 好了 那現在呢 就是 輪回來 讓蔬菜呢 就不要 浮在面子 那有些讓它 按下它 OK 好了 這個時候 其實呢 這個菜 大家看不看到 這個菜頭 大家看不看到 已經全熟了 所以呢 這個時候 時間多與少 就視乎大家 就是 大家那個 需求 那我先關一關 抽氣線 不要吵著大家 影響到大家 接收訊息 好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將它 放了上去 這個是 冰水 裡面 稍微浸一浸 這個時候 我們都不是說 沒有東西做的 在浸的期間 是有東西做的 我們做什麼呢 當然是調個 很棒的蠔油汁 蛤 蠔油汁也要調的嗎 當然啦 大家有沒有發覺 我綠油菜 一定會加什麼 加豬油 是不是 如果是 這個是 現在我正在浸 我繼續說 那 這個是 好多的 麵當的師傅 綠油菜 他一定會加什麼 加豬油 去拌 是不是 這樣呢 就可以令到 那些油菜 非常之可口 是不是 但是呢 冰鎮 就不可以加豬油的 不可以加任何的動物油脂 為什麼呢 因為 它會凝結的 所以 我們是不可以 即是 我們是不可以 是 隨便地去 就是隨便地去加這個動物油脂 不好意思 因為剛剛 我要做的東西 我突然間疾了口 好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呢 就要開這個 就是 開這個 我 教一下 因為 對了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要加什麼呢 加少許 熟油 OK 加少許 熟油 然後呢 我們就 倒這個蠔油上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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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凡呢 就是大凡呢 我們是 開這個辣醬 開蠔油 開沙薑 都是差不多這樣的開法 這個時候呢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攪勻它 攪勻它 攪勻它 就可以令到那些蠔油 就 吃了落那些油 應該說 令到那些熟油 就吃了落那些蠔油那裡 大家都知道的 熟油呢 對於一些白灼的東西來講 是非常之惹味的 大家說 是不是 記住喔 不要加動物油脂 如果不是的話呢 就會是 就是 很難吃的了 即是吃到一粒粒的那些油脂 它凝結了 明白嗎 所以呢 蠔油呢 就要用熟油去 開了它 好了 這個時候 差不多了 我先拿開它 放過來 之後呢 我們就 將這個浸了的菜 就差不多了 大家看到 我的菜是不是很脆綠啊 對呀 所以呢 其實呢 好吃的東西 有時候都很簡單 但是簡單當中呢 都有一些技巧的 OK 欸 不好意思啊 欸 不好意思啊 那這些 那些 這樣的現場聲 我都不會去修剪的了 好 搞定 我稍微是 放好 然後 將開好的蠔油 就放在面上 那 大家覺得 這樣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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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法 簡不簡單啊 是啊 很簡單的 OK 希望 大家呢 可以呢 跟著一起做 這個菜 這個菜 就不需要 特別的技巧 記住 最重要 有冰就可以了 還有呢 我們要為了 我們吃的過程當中 會吃得更加香口呢 那麼呢 我們蠔油呢 是需要 是 利用這個 熟油去開的 但是 記住 不要 用這個 什麼 不要用這個 動物油脂 如果不是呢 它就會凝結 那它一凝結 那就是大件事了 大家吃到 就是一些很難受的 一些粉狀的 一些這樣的口感 OK 記住 沒有什麼特別的 這個菜 簡不簡單啊 簡單啊 夏天吃它 哇 一流啦 OK 記住 出菜 一定要是 加多些糖 然後 上味 要鹽和雞粉 都要的 現在我這裏 就解釋一下 即是 for 新泥 舊的 應該都懂的 雞粉 有酵素 就可以 令到它 綠一些 糖呢 它是可以令到 那些葉綠素 是保持在菜裏 所以它可以保持青綠 但是今天呢 我下的糖特別多 因為它是芥蘭 OK 我加多些芥蘭 就可以 減低它的苦澀味 我一聽到 吃冰淨芥蘭 它有鴛鴦的麵口 我就喜歡吃 她又不喜歡吃 女兒又喜歡吃 蛤 又是芥蘭 不是吧 我說你試試吧 我炒芥蘭 你什麼時候說不好吃 它說 這樣就好吃 所以 就要加多些糖 OK 另外呢 為了要令到 揮發的芥蘭更加清香 我們加少許薑 先頭大家見到我 加薑米 因為我有其他東西做 我就懶了 順便切薑米 撥少許下去 就是 如果平時 大家不是做其他東西 就這樣 撥薑就可以了 基本上就是這麼簡單 精不精 我現在肚餓 先吃東西 拜拜 希望大家喜歡 冰鎮芥蘭 記住 不要加動物油 但是為了要令到它惹味 所以我在蠔油那裡 加了熟油去開 OK 行不行 就這樣吧 拜拜